作為一個文明 我們沒有獲取夢的最大利益 而有意識的心智 事實上是能處理 比我們所容許多得多的夢的回想 那情話線 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有意識的心智 它可以處理更多的夢的回想 那我告訴大家 你處理越多的夢的回想 你就越有 你的生活上的 我們講神童好了 人家生活過得很辛苦 我跟口講 你真的就過得很自在 人家到處碰壁 你真的就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是啊 因為你能從夢裡面得到非常多的好處 非常多的好處 好 所以有意識的心智 是比我們所以為的更能處理夢的回想 而這種訓練 會無限量的加深 來情話線 各位 它是一個訓練喔 這種訓練 會無限量的加深 加廣我們生活的幅度 而夢甚至在空間關係上 也給我們教育 並且與肉體這個有機體 在環境裡面的姿態 也比我們領悟的更為相關 比如說 孩子在夢裡面 學到了空間的關係 所以甚至數學各位的能力 是在夢裡面被訓練的 之前講過嘛 孩子的走路 孩子的說話 都是在夢裡面被訓練的 所以身為一個族類 我們沒有汲取我們夢中的智慧 所以再次講過 如果一個科學家 能夠更經常的 從夢裡面得到靈感 這個科學家 會一天到晚有偉大的發明 各位 好 所以有意識的了解回想夢 有意識的回憶夢 有意識的去更深的認識 夢的深度跟廣度 一定會大大的改善你的整個生活 那各位就問我怎麼做 我剛講很簡單啊 開始記錄夢啊 試著跟朋友討論夢啊 試著了解到夢的重要性啊 有沒有 甚至試著晚上起床的時候 讓自己更去回想夢的細節 來 那再次說 魯伯必須知道他害怕的是什麼 而他的夢注釋給了他的那個知識 因此他能應付他 那其實對死亡 當然非出於選擇的恐懼 各位 意思是說魯伯做了一個夢 那個夢 帶他面對了對死亡的恐懼 帶他面對對死亡的恐懼 各位記不記得之前賽斯講呢 常常恐懼 必須不斷的面對 一個深深的恐懼 光面對一次絕對是不夠的 好我們必須常常一而再 再而三的面對 我到底在害怕什麼 各位 好你必須真的常常一而再 再而三的問自己 我在害怕什麼 我害怕死亡 我害怕離婚 我害怕賺不到錢 我害怕年紀大 我害怕生病 我害怕孩子出意外 各位 然後再問自己 我在怕什麼 好賽斯講過 當你問到最後 唯一令你害怕的是什麼 害怕本身 你怕什麼不重要 你就是怕了 聽懂了沒有 跟你害怕的人事物都沒有關係 最後 真的令你害怕的是恐懼本身 所以你必須直接面對恐懼 直接面對恐懼 好嗎 不加 超帖 你 什麼 第一 韑